现在天已经黑了 僵尸应该马上就要过来了 不过好在我们已经回到了家里边 看到我们这个岩浆庇护所 心里边都是满满的安全感 只能说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建造这个庇护所 是物有所值 对吧 好 我们先回家 应该僵尸现在是供不过来的 何况我们外边还有一圈的县人长 我们从这个地下通道 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家里边 走了走了 然后我们现在这下边暂时是没有僵尸的 但我估计不到50天 这边应该就会有僵尸上来 哎 跳不过去 好 我们回家了 我们这一次的外出收获满满 有21本书 还有41个皮革 还有很多很多肉 本来我们家里边的食物储备并不是很 这些肉的话肯定是够我吃很长时间了 先把肉给它烧烤一下 我们可以听到外边有僵尸被岩浆烫的声音 哎 你看这小僵 但是它们完全是进不来的 我们这个庇护所非常的安全 不过我们还是先睡一觉吧 虽然说现在僵尸进不来 但是它们很可能破坏我的庇护所 来吧 睡觉 我们先来合成一些书 然后呢 我们再来合成书架 不过我老是能听到这个僵尸挖地板的声音 难道它们现在已经上来了吗 下去看一下 哎 哇 兄弟们 我们这边 完了 这边已经沦陷了 兄弟们 这个矿洞的话必须挡下 要不然后期的僵尸越来越多 它们就可以从矿洞里边直接上到我们庇护所 还是特别危险的 外边的话还是比较安全的 我们先回家吧 不管这些了 我明白了 兄弟们 我们家的地下聚集了很多很多的僵尸 而且这些僵尸现在正在挖我的黑钥匙地板 它们想从地下直接上到我们庇护所 啊 后悔了 我们需要把这边挡一下 看一下里边僵尸多不多 这是我们之前自己挖的一个矿道 但现在这这下边已经成了这个刷怪的区域了 插一些活吧 哦 还好这下边现在并不是很多 所有的原尸都是僵尸自己搭上来的 算了算了 我们还是先整这个附魔台吧 来 我们把所有的书都合成书架 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附魔了 一共有17个书架 够了够了 我们要把附魔台放在哪里呢 这一层的话我是准备铺盐浆的 算了吧 我还是到顶层吧 这一层后期的话我准备全部都铺满岩浆 呃 僵尸的话它是从上边也进不来 所以我准备把附魔台降在这个地方 哎 可以兄弟们 我们就放在这里 把我们的所有装备都附魔一下 然后我们的防御力就会有一个提升 其实最需要的是耐久 因为钻石特别的稀缺 直接摆一个满级的附魔台 呃 然后我们的装备属性 首选是耐久 然后自选是保护 这样的话应该就是一个满级的附魔台了 来看一下有什么附魔 稿子 效率4 效率4的话不太可以 因为我需要的是耐久 看一下鞋子 鞋子的话有一个耐久3 但是我们等级不够 今天晚上还需要刷等级 哎 然后来看一下其他装备吧 胸甲 火焰保护3 头盔 爆炸保护4 裤腿的话也是爆炸保护4 没什么用 只有一个鞋子可以付 行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刷经验一步一 哎 完了兄弟们 有僵尸已经上来了 这 哇 我们这个地板还是不行呀 主要是技研现在太贵了 我们上面的技研庇护所还没有完成 但现在这些僵尸已经从这里上来了 不行 兄弟们 这怎么办 我们拿些黑钥匙给它挡一下吧 我们家里边还有30块黑钥匙 这个地道必须要挡一下 太危险了 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现在僵尸的感应能力越来越强了 之前的话我们这个矿道一直都在 但是他们都感应不到我 挡一下挡一下 把这边全部都挡起来 之后如果我们需要挖矿的话 我们就去一个其他的地方挖 我们家的下边一定不能再挖矿了 好了 兄弟们 这样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这个地下应该也没有僵尸可以上来了 我们就准备等到天黑然后刷怪吧 对了 我们还需要做些子弹 因为我们现弹枪的子弹不够了 我们刷经验的话是需要用子弹的 用剑打是不会掉经验的 我们又做了很多的子弹 家里边现在的做子弹的材料也不多了 我们还需要挖矿 兄弟们 感觉事情有好多好多 今天晚上的话应该是还有什么特殊的生物 因为它左下角已经提醒我了 希望不是换魔者和脑鬼就可以 因为脑鬼的话它是可以无视我的黑钥匙庇护所的 我们就静静地等待一会儿吧 诶 我这边的黑钥匙呢 兄弟们 难道说有僵尸把这边的黑钥匙破坏掉了吗 完了 兄弟们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总觉得今天晚上可能会出一些事情 有吗 不一样的黑钥匙吗 几整的黑钥匙 我们期待的结束 到这里 这边看别人的黑钥匙